叙利亚毒气攻击事件惊动全球 美国与俄罗斯和俄国支持的叙利亚政府互相叫骂 英国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都透露 联合国安理会将以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为题 在九个安理会理事国的要求下 很可能在今天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召开紧急会议 叙利亚反抗军坚守的东古塔地区爆发毒气攻击事件 造成至少70人身亡 当地的救援组织指出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中 美国总统川普教宗方济各联合国秘书长古斯雷特 皆公开谴责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川普点名 长期支持叙利亚政府轰炸行动的俄罗斯和伊朗 必须为毒气攻击事件付出重大代价 甚至在推文中指出 阿塞德是畜生 只是阿塞德 俄罗斯与伊朗都反驳 毒气攻击指控全是捏造 是美国与西方国家对大马士革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俄罗斯更警告美国 不要对这起事件进行任何的军事干预 否则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 毒气攻击平民无故牺牲 国际踢皮球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付出口 节目 宁杰整理报道 cke目